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Kamelea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要来给大家录一期我说了很久的治疗烂脸的视频 我是从19年的时候开始烂脸的 然后去年其实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基本上好了 但是吃药的话是一直吃到了十月份,对,差不多十月份 虽然这个视频是过了很长时间我到现在才录 但是我做了一个非常长的笔记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忘记掉某些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你有看过之前的Vlog,尤其是之前在国内 包括在纳普里的那期视频吧 你就应该知道我之前烂脸烂的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凄惨 但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还是跟大家聊就是如何治疗烂脸 斗鸡的这个问题,脱发斑秃的这个副作用呢 我会之后再跟大家重新录一个关于深发的一个视频 我就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说 首先呢就是关于我长痘的原因 其次呢就是治疗的过程 然后A酸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副作用 最后呢就是我使用过的一些产品 我如何进行食补 就是分为这几个方面 那么在这个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上一组比较血腥的图片 虽然说在我之前的Vlog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就是我的脸烂成那个样子 但是都是化过妆的 为了能够更公正客观的给大家一些建议 那我就把我那些本该毁尸灭积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画面过于血腥过于惊悚 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以下就是我之前烂脸烂得最严重的时候 我现在的情况呢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化了妆之后呢 其实是看不出来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我可能A酸是吃多了吧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说连黑头都不怎么毛 本来A酸它的作用就是会把你的那个毛孔 会释放油脂的那些毛孔给它收干了 不知道是不是毛孔收多了 以至于我本来不是特别明显的豆坑 现在变得就是还挺明显的 化了妆之后你都能看得出来 镜头上面感觉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自己在镜子里面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豆坑 额头上面会很明显 脸颊上的话 我这半边脸的话 当时长痘痘的时候就不是特别严重 最严重的是这边脸 你能看到我现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地方像是会有一个酒窝那种 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酒窝 包括我现在如果我嘴这么做的话 你能看到这还会有一条 并不是痘痘 就是属于那种皮肤底下的那个颜色 还没有彻彻底底削了 我现在如果不化妆的话 额头上面你也还是同样能看到这些豆坑 但是在脸颊上除了当初最严重的 左脸会有一些豆坑之外 其他都不是特别明显 我本身皮肤就是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毛孔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腻的那种 还算恢复的比较好 额头上这种豆坑 真的就只能之后医美去治疗了 我看到我之前那些照片在对比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很满足 很知足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了解我是如何治好我的痘痘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当时长痘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后来回想 就是我痘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 我记得我当时其实整个人情绪是不太好的 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一个压力 但是当时的话脸还是很正常的 就像我在我也拿Vlog那段时间 是后来我从我也拿回来之后 我就用了科研式的白泥 哇这个白泥真的是 我从此以后再也就不敢碰它了 我的脸是属于那种 相对来说比较城墙皮的那种 可能就敷了一个十多分钟二十分钟这样 结果等我洗完了之后 我就瞬间我就发现 左边痘痘爆发的最严重的这一条 就起了一排的那种闭口 很恶心 因为我一般闭口的话 最多就是长在可能下巴这个地方 额头上面偶尔会有一些 但是从来就没有这种密密麻麻的 我自己摸上去感觉 都是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就很慌 我就去药房 我就听信药房里面那个药剂师的馋点 他就说这个药呢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护肝的药 所以当时他跟我说 那个药的那个功效 是无心里面的想 嗯 那跟我在国内吃的那个逍遥丸 其实也差不多 也是一个护肝的 然后我说 那就行吧 那就试试 反正它只是一种营养品 是一种补充剂不是药 那我想应该也没什么吧 我就买了 吃了之后 我就 我就精彩了 第二天我就开始暴动 我就不敢再吃那个药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子就可能被驴踢了吧 我就没有想到说是 我要去看医生 我当时只是想 哎呀会不会就是我 情绪不好呀什么的 那我就尽量去调节 比如说多做运动啊 在饮食方面呢 多注意一下 因为那段时间 我就一直固定的保持大量的运动 然后饮食上面也比较注意 所以它没有说是再继续恶化 但是那个闭口一直都在 就是一直没有消下去 差不多后来六七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 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 就是法国那个药妆SVR的一个 专门就是去痘的 在我身上不好用 并不代表说是在别人身上不好用 因为其实他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我的情况已经那么严重了 我那段时间就有一点病急乱投机嘛 然后他一跟我说了之后 我就去药房去买 结果擦了之后 我真的就 彻底game over了 我擦完之后 第二天 醒过来 这张脸大烂脸 烂到真的 我整个人很崩溃 因为他已经是 不光是影响美观了 已经是我能感觉到 整张脸在灼烧 我真的这样都觉得痛 我就跟他说了嘛 他说 你马上 你马上去给我看家庭医生 你这个一定得要去看了 然后我就 来电话 约家庭医生 所以我当时一去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个情况真的很严重了 不可能再等到去公立医院里面看 必须马上到私立医院去预约 然后告诉我说找谁谁谁 就是哪个医生去看 医生他是一个女的 女的我觉得相对来说 也能更理解一个女的 长痘的那种痛苦 所以我当时看见 那个女医生的时候 我真的是快要哭了 我就感觉我的世界都崩塌了 看见我那种状态 他也是安慰我说 痘痘这个问题 只要有耐心 一定是会吃的好的 只是在看皮肤科医生之前 我就已经有在网上查过 当时我就已经了解到 因为A酸这种药 我就有问他说 关于A酸的这个药 对于他来说 我的情况是严重 但是还没有严重到那种 必须要吃A酸 虽然说他是治疗痘痘的最终武器 但是他的副作用比较大 他就先给我吃那个消炎药 然后外加药膏 除此之外呢 他也给我开了那个多乳 但是他是带防晒的 如果说吃消炎药都没有用的话呢 那我就得要上A酸了 会完整之后 还让我第二天体检 尽量找出来痘痘发病的原因 看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照医生 开给我的那个康生素就开始吃 结果那个痘痘就越来越严重 我就觉得不对劲嘛 为什么我就开始吃药了 还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直接发信息给医生 我也把那个照片发给他了 马上就给我开单子 让我直接去那个公立医院 去找他挂急诊 如果还是去私立医院的话呢 付的那个会诊费就会特别高 看了之后呢 就说我当时呢 我会感觉那个痘痘 它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底层的那些没有爆发出来的痘痘 把它给拔出来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是 怎么越来越严重 痘痘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先把它从皮肤底层给它拔出来 如果你不拔出来的话 它总有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 底下看着严重 但其实它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我当时抗生素 可能就差不多吃了 一个星期之后吧 我就感觉 不光说是那个痘痘 开始往外发 我皮肤我还感觉特别的干 就干到起壳 我们在纳布里的时候 我就问医生 我说我可以化妆吗 我好不容易我出去玩对吧 难道我就顶着一张烂脸嘛 然后医生就说 没事你可以化妆的 但是你一定要卸干净 那你说我化妆 如果不把那个磕扒拉掉 就很恶心 对我抠了之后呢 我再擦那个多乳 因为那个多乳里面有酸 我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脸上的神经 密密麻麻 我现在如果还记得那种感觉 你相当于说那层皮不在了嘛 哇真的辣到你想死 你就感觉千万条爬虫在你身上爬 我就特别想拿把刮刀 把我的整个脸皮给它扒了下来 那种痛 脚趾头都能在地板上面 抠出一座惊绝古城 真的那几天我卸完妆之后 看着我那张烂脸啊 真的是 生不如死 从那个纳布里回来之后 没多久我就回国了 可能就是还是转机 就是长途飞机 还是有点影响的吧 所以等到我回到国内之后 情况又严重了 本来我已经就烂脸了 对吧 那我肯定我也就不太想 出去跟朋友去约会啊什么的 但是玩得特别好的那种 肯定要说嘛 我那两个发小 就说出来玩了呗 我就对着我那张烂脸 发了个视频 我说 我在国内那段时间 每一个见到我的 看见我第一句话都是 你怎么变得这么可怜了 所以我真的那段时间 情绪真的是插到爆 已经严重到 我整个人已经开始怀疑 我的人生就飞了嘛 就每天那张脸吧 你是碰也不能碰 遮又遮不掉 现在想想就觉得 自己好可怜啊 那个时候 看照片的话 其实大家是能发现 我那个痘痘已经不是正常的痘痘 它是属于囊种 所谓囊种呢 就是当你去真轻它的时候 当你扎破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子孙成群 脱甲带扣的 我真的觉得啊 古代的皇帝都没它能生 其实当时我去看 那个皮肤哥急诊的时候 皮肤哥医生 他就跟我说 让我一定不要去碰它 但是我就忍不住 其实我就还是拿 那个真轻去轻它 我并没有说是 用手去这么挤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你长痘痘 一定不要这么去挤 因为你这样去挤的话 它很容易之后 就是后续会留疤 就是囊种 它真的是所有痘痘 类型里面的王炸 你没有哪种痘痘 会有它 这么有破坏力和繁殖力 所以真的长什么痘痘 都不要长囊种型痘痘 不过我要不长囊种型痘痘 我也不至于沦落 再要吃A酸 没有选择去看中医的原因呢 是因为 首先 我当时情况里面很严重了 那种不是说 中医能够拯救我的 上大学的有一段时间 我额头上面有长过 也是有点像囊种 只是偶尔有几颗那种 也是有看过中医 但是在我身上 并没有特别大的效果 就你在吃的时候 注意饮食 然后按时吃药 那段时间它是有效果的 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就那个额头该长 还是继续长 我当时就觉得说 反正其他方式 就是中医我也试过了 那我就还是照 西西的方式去治疗它 一个月之后呢 都我回到那个意大利 虽然说大家从照片上面 能看到是有一定的好转 但是并没有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改善 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情况 跟皮肤科医生说 因为当时也是跟他约好的 我一回意大利就得要去复诊 因为他看我也挺着急的 然后他说 行那就吃A酸 但是吃A酸之前呢 都要去让我去体检 看我是不适合吃 A酸的话呢 首先副作用比较强 吃这个药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怀孕 一旦怀孕了 那这个胎肉就是畸形的 其次呢 你吃A酸的时候 它对你的肝呢 是会造成一定的负担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在意大利 每个月呢 都要去进行运检 然后定期呢 要去体检 是A酸呢 它是有个公式的 是根据你的那个身高 和体重来计算的 所以我一开始呢 先是吃的是那个10毫克 因为毕竟 要先适应一下嘛 开始吃10毫克的时候呢 并没有说是干到 我不能接受 就可能说是嘴皮啊 头发 包括脸会觉得有点干 有些人他才开始吃A酸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爆发期 但是在我身上就没有 可能是因为 我前期先吃那个胖生素 就已经爆发过一次了 所以我在吃A酸的时候 就没有爆发 然后吃了10毫克一个月之后 转成了20毫克 哇 吃20毫克之后 我就开始有反应了 很明显的一个反应 就是脱发 那个时候脱发脱的是严重 但是它是很均匀的掉 没有说是斑秃那种 因为我头发本来就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 反正我的头发多 那也就说它掉 除了脱发之外呢 你头发基本上 很不会出油 就比如说像我现在 我是得要隔一天洗一次头 吃20毫克的时候 我可能四五天 那个头发都不会出油 甚至一个星期 那头发都不怎么出油 其次呢 就是嘴巴很干 然后脸也很干 但是我觉得我在吃A酸的时候 就是我身体的适应能力 还挺强的 所以差不多也就过了 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吧 一个月都没到 然后我就又适应了 就是20毫克 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吃30毫克 吃30毫克的时候 哇 真的是 更干 在我身上哈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会比较影响我的情绪 然后二月底到三月初 我出去玩一段时间 就觉得麻烦 所以我就没有带唇膜出去 我就只是带了Dior的唇油 回到意大利 就开始擦唇膜 结果擦完这个唇膜之后 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我居然能够把我整块嘴皮 完整的撕下来 这跟蛇褪皮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任务就是 啪 完整的撕下一张嘴皮 撕完之后 你就能感觉你的上下嘴唇 又红又嫩 就像新鲜的生肉 停了药之后 我嘴唇 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 就正常了 四月份之后呢 有了一定好转之后 把我的那个药量 减到了20毫克 看照片的话 其实你也就能看得出来 我确实四月份的时候 除了就是脸上 还会有明显的 那个红色的那个炎症 还有一些疤痕 但是基本上 拱着的痘痘是没有的 然后我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可以说 不化妆的话 也看不出来我有痘痘 我自己摸我的左脸的时候呢 还是能感觉到 就是下面还是会有那个肿块 然后医生也是说 那确实是还有点 那就继续再吃一下 那个药巩固一下 七月底的时候 不是考了雅思吗 然后八月 八月差不多八月中的时候 知道成绩之后 有点压力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 可能内分泌就突然一下子 就失调了吧 因为压力的关系 然后就开始脱发 然后再像吃那个A酸 就加重了这个情况 我就八月份开始搬突 但是我那段时间 也还是有在继续吃了那个A酸 有点像是那种最后阶段 给我巩固一下 让我之后呢不再复发 我之所以搬突 可能也是跟我当时那个A酸的剂量 有一点点吃的超出了 本来人体所承受的那个范围吧 当然了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因为毕竟我这个脱发的话 更多的还是跟我情绪有关系 我自己的预期是能够回到 跟之前一模一样 但是医生就跟我说 像我的这种豆坑这种东西的话呢 就只能后期通过雷射 就是医美的方式去把它去除 但是你就算做雷射 你也不可能说是 完完全全回到你最初的那个皮肤 可能说是让它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之后就修复了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要去做医美 然后说完了我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A酸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以及它的一些副作用 那么A酸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就像我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 跟大家说的 就是每个月呢 都是必须要去孕检 然后要去做体检 然后一定就是不能怀孕 其次呢 在饮食上面 一定不要吃奶制品 奶制品呢 是科学公认的 它就是会吃豆的 酒呢 也尽量不要喝 它本来就是会对你的干燥身负担的 副作用呢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脱发 更严重的话呢 就是搬秃 反正脱发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至于搬秃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情况 其次就是干燥 真的就是那种全身性干燥 我包括说后来看我在vlog里面 我感觉我干到笑的时候 就是这些地方 都有一条一条一条的那个纹路 我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干到 觉得自己就像干涸的土地 军裂的呀 你都能感觉能夹死上亿之蚊子的那种感觉 比较严重的一个副作用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缓解的 可能就是在情绪方面的一个影响 对我是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影响 但是没有说是到那么那么严重 相反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本来就有一点抑郁症 所以他在吃那个药的时候呢 对他来说 他那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 然后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用到的一些好用的一些产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尝试不同的东西 但是今天呢 我就只给大家推荐 我觉得很好用的 护肤品的话呢 你只能做减发 皮肤已经是很脆弱了 他不可能说是再去承受更多的 你去往脸上拍什么东西 那种能少则少 开始吃A酸之后呢 Eason他就给了我这个面霜 法国的一个药妆 它的保湿能力真的超级无敌的棒 它不光是保湿 它还可以防止脸上留下疤痕 让你的皮肤更为光滑 首先它没有什么香味 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冰淇淋的那种质地 延展性很好 瞬间保湿 它是相对来说 比较哑光的一种保湿 开始的话呢 我就只是擦这个面霜 如果你不想在脸上留下疤痕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防晒 那段时间用的防晒呢 也是肤全大哥大的这个防晒 我之前用的是没有颜色的 我当时还用的另外一个面霜 是Dior的这款保湿面霜 它虽然不是药妆 但是它真的特别的适合敏感肌 在国内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属于擦什么 我都觉得脸是很灼烧的那种感觉 它擦上去之后 瞬间就感觉脸得到了修复阵定 又很保湿 也没有任何卡粉呀 起皮的那个状况 一直到去年4月份之前 我用的都是这两个产品 当我的脸上只有红色的印子之后 我就开始加了水呀和精华这些 水的话呢 我用的就是这个 这个牌子是意大利的 也是属于一个药妆 其实是一款精华水 非常保湿 但是它的这个精华水呢 不是那种厚重的那种精华水 它是非常好吸收的 你一拍上去之后 你能感觉脸呢 虽然就是喝饱水的那种感觉 水之后呢 我会用蓝蔻的这个 我4月份之后 用小白瓶的那个效果还挺好的 就是它帮我的肌肤维持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4月份的时候呢 我还开始用的就是 OLE的这个小白瓶去痘印 我能够痘印消的那么快 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的原因 因为10月份停药了之后呢 刚好就是冬天嘛 天气就特别干燥 就用了焦蓝的这个复原蜜 我用它呢 主要就是保湿 但是我不会用特别多 就我一开始采用的时候 我就只滴3滴 然后慢慢的 可能差不多过了 就是一两个月之后 我才把这个加到 可能有些时候晚上会滴个4滴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是会滴5滴 但是我用这个精华 我一定得要搭配小黑瓶油 两个月快用的话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它既能够帮我维稳 然后在维稳的同时呢 这款油呢 也能够帮我更好的保湿 吸收的更好 精华 我会用油啊之类的 哪怕说我现在就是没有 痘痘方面的困扰 但是我还是不敢去碰那些 比较滋养的面霜 所以我后来停药了之后 我就买了这个面霜 属于一个药妆 所以用上去也非常的安心 它的那种保湿 是属于当你上完了 所有的水啊精华之后 你再用上这个面霜 厚厚的附上一层 它是会把你的 所有这个养分给它锁住的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那个皮肤超级无敌的嫩 就是保湿的那种嫩滑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 其实你皮肤太干的话 对你痘痘的这个恢复也不好 之前用的三款面膜 应该都被我扔了 那我就把图片呢 给大家搁这儿 在我皮肤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我能用的就只有这三款面膜 只有这三款面膜 不会带给我灼烧感 我另外还用的呢 就是Origins的这个 菌菇面膜 在我脸上主要的一个功效呢 就是在保湿的过程当中 又能帮我去镇定肌肤 然后一定程度的一个消炎的工作 4月份开始呢 我又另外又用了这款面膜 也是跟这个精华水是同一个品牌 这个面膜真的我跟你们说 一点都不夸张 它的保湿力超级无敌的强 你拿它去除那个颈纹 都能帮你把那个颈纹给去掉 特别保湿 所以你一个星期 最多最多就只能用两次 因为它非常的保湿 所以如果你用的次数过多的话 它还是会给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的 难道说它是一个药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嘴唇 首先是科研室的这个 我习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 厚厚的敷一层 另外一个呢就是蓝芝的这个 这个唇膜我已经用到两罐了 另外一个是Fresh的 我主要就是白天去用它 但其实我还是忍不住想去撕那个嘴 但是这个唇膏的话 真的超级不低的保湿 又便宜又好使 我真的擦上去之后 我就不会想着我撕我那个嘴皮 但是它使用感不是很好 你总感觉像是擦了一种薄荷味的化学 也要记在嘴上 洁面的话呢 我一开始用的是这个 Chanel的一个Cleansing Milk 洗出来一泵之后呢 你就把它擦在脸上 按摩在干燥的脸上 按摩完了之后呢 我再用水呢把它给清洗 很温和的洁面 能够把你的脸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也不会给你的脸造成任何的负担 另外一款后来买的一个洁面呢 还是SVR这个 它是一个Sup Free Cleaner 我当时想说反正它的面霜那么好用 那洗面奶应该不会差到哪去 所以我就买了 首先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我也就才买了几个月吧 三个月吧 可能我已经用了一半了 它是属于那种你洗完之后 你能感觉得到皮肤是干净的 但是它并不是让你的脸部 还保持柔嫩的那种干净 而是彻彻底底的 把你什么东西都给洗没了的那种感觉 Chanel的那个呢 是它在帮你洗得很干净的同时呢 又保持了你脸部的那种柔嫩感 所有用过的身体乳里面 最好用的就是这个 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北美的药妆吧 既可以擦脸也可以擦身子 但是我主要用它是来擦身子 比如说我今天擦了这个身体乳 我隔一天洗澡 那个身体还是特别的保湿 而且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是 它没有任何的香精味 是我用过的所有的身体乳里面最保湿的 手部的话呢 推荐给大家的 就只有欧书丹的这个 我用过其他很多手霜 但是我觉得用下来 旧旧这个最好用 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已经干到 就是我手溅嘛 我手溅了就开始撕 我就会撕这些地方 然后我妈就说手都快被我撕出皮眼来了 这个是唯一一个能够帮我修复到正常状态 而且是特别特别保湿滋润 让我不会干到想要去撕手的一款手霜 然后在食补方面呢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吃A酸的时候我身体会很干嘛 你上厕所上大号的时候都不是特别方便 我找到两种方法去解决它 第一种呢就是喝那个绝名字 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帮你调理 另外一种呢就是喝粥 发育中旬之后 我不是就开始大名字的那个调发嘛 所以我就开始喝那种 黑米、蚁、红豆、芝麻、糯米 这几样东西加在 因为我当时喝这个主要是为了生发 头发吧 倒没有帮我真正生出来多少 但是呢它有真的就是帮我解决到 就是这个如厕的难题 在我身上就是削痘印 然后痘痘修复的 比较快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多喝柠檬蜂蜜水 如果那个柠檬大的话 我就是三大颗柠檬 如果小一点的话呢 就是四颗柠檬 然后加上一大勺蜂蜜 就是补充大量的维C 如果你想要你的这个痘痘 恢复的比较快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多补充维C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治疗痘痘的一个过程 首先这个视频呢 并不是说告诉大家 你长痘痘一定要去吃A酸 A酸这个东西就让我跟大家重复了很多次 就是它副作用是很大的 一定要遵照医嘱 一般一是给你吃A酸的话 都是在你已经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碰A酸的 你要自己能够去承受这个副作用 包括我现在 虽然是我头发就是 你们看到就是头顶上面 我之所以 这儿别两个卡子也是因为 就是我现在头发长得就是跟个鸡窝一样 就算说头发长得跟鸡窝一样 我还是没有回到原来那个发量 还是在治疗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真的很激进我吃了A酸 起码我现在是属于 把长痘痘的这个源头给它彻底掐死了 不会长什么痘痘 医生当时他也有跟我说 像我这种就是已经吃够量的嘛 基本上是不会再复发了 因为我经历过长痘的那个阶段 我就非常的理解长痘的心情 我知道就是在长痘的时候 大家真的很难自信起来 所以我就希望我吃了烂脸的这个经历呢 能够帮助大家 一定要去就医 一定要有耐心 大家还是要有信心 真的 我这么烂的脸都救回来了 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咱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开心 美好的一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